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杨艳艳总是能把剧本中的虚拟人物演得活灵活现 老师 老师 肯定的宝刀是真的 当我19岁出来演戏的时候 我也很幸运地我接触到了舞台剧 那在舞台剧的那个环境里下 我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 一个帮我很多很多的老师 对 他绝对是我的贵人 我这辈子都感谢他 叫郭宝坤 他让我发现原来表演是要去学习的 原来表演的学习是有方式的 是有方式去学习的 演戏要天赋 但如果想要在这条路走得久走得远 后天努力是不二法门 杨艳艳花了四年的时间才知道 单凭热忱是不能把戏演好的 因此他到了23岁才正式修读表演 我没有人歧视这么多年 起步是起得晚了 努力当然也需要加倍 但他更希望的是在这条路的起点上 得到家人的认可和支持 当我决定说他是我的专业 我必须要接受专业的训练 他们是完全反对的 我家人到现在为止 他们都没有看过我的舞台剧 我以前觉得很受伤 我以前真的觉得很受伤 我觉得我家人一点都不支持我 一点都没有办法支持我 后来我发现人格有志 你喜欢的东西不一定我喜欢 我可以尝试接受 但是我不一定真正喜欢 你骗人 你心里面根本就还有他 总是在不同的阶段 调试着自己的心态 竭尽全力做到最好 这就是杨艳艳作为一个演员的态度 但曾经 他也一度迷失了自己 我叫安全 好 我演一次雷雨 我演凡一这个角色 我在排练的时候 心情非常非常恶劣 然后在演出完之后 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心情很糟 或者什么的 但是我知道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月 我没有出去过 然后就看到有一天 就在街上看到有一个穿睡衣的 安哥 带着一只北京狗 虽然那只狗 突然那只狗不动了 狗蹲在那边 他就突然间转过头去 跟那只狗说 你怎么不走啦 走嘛 他跟那只狗说话 然后突然间他就说 好快活啊 我突然间好像 一个bubble burst掉 我突然整个清醒过来 我说好快哦 人生的黄金十年虽然跌跌撞撞 不过却为杨燕燕的演技 变下了基础 30岁开始 她的事业就像大燕般 展翅翱翔 回满演出的电视剧 各个深入明星 电影《爸妈不在家》 更是让她读下了 第50届金马奖 最佳女配角的殊荣 金马奖这些奖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这些奖 对我的家人的意义更大 对我的家人来说 他们终于真的 真的可以松一口去 我想这么多的奖项来之后 我也需要沉淀 我也需要让自己理清楚 回到我自己的初衷 我想初衷这个东西 在这么多的报道 这么多的光环之下 初衷还是我想要回去的东西 作为一位演员 穿梭在现实和虚拟的情景 杨燕燕用最自然的表演方式 演绎出最真实的情感 19年的演戏生涯 杨燕燕觉得还没演够 未来的日子 她还会踏踏实实地演下去 因为她就是单纯的爱演戏 我喜欢在家里到处放孔冻 这样比较有安全感 出入平安 好 好